警方在昨天下午15点55分结果民众报案 在台82线21到23公里处有车辆往西逆向行驶 经调阅周遭路口监视器及行车记录器 发现确有歧视 连列到台南市找到该名驾驶 经驾驶坦承确有逆向行驶行为 警方依法告发道路交通管理组合条例43条 危险驾驶 在这边故意用路人不要逆向行驶 避免影响本身及行进车辆安全